如果你的君子兰养了几年叶片呢 非常好 也没有什么烂根的情况 但是就是不开花 那么怎么办呢 在现在9月份的君子兰已经开始进入花芽分化 我们这个时候啊 赶紧给他在花盆里面埋上开花粉 你的君子兰在花期就能够顺利的抽建开花 这个开花粉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原意股粉 股粉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它是一种高磷触花肥 磷含量非常的高 不仅能够触根还能触花 使用的时候呢 直接在花盆边缘挖一圈勾 将这个股粉呢 均匀的撒进花盆里面 然后呢 再将这个土盖回来就可以了 这样子我们后期呢 再来给它浇水 它就能够持续释放开花所需的零元素 只要零元素充足 那么你的君子兰后期再给它适当的光照和控水 它自然就能够开花 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的君子兰已经养了三五年 叶片数量能够达到十二片以上 才能够进行这个触花处理 好啦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